Angelababy 日前和劉思思、何超年等人 齊齊兩雙品牌活動 Angelababy 當晚溫柔優雅 而超年就幹練率性 兩個美女難得同框 相當養眼 但當中就有不少網民討論 何超年微微凸起的小腹 何超年的肚子好像有點擋不住 懷疑她有了寶寶 不過早前超年慶祝生日的時候 就曾經在派對上曬出螞蟻腰 不像是有了寶寶 無線新聞美女主播密斯文 最近去到英國旅行 還獲男友驚喜求婚 她21日在社交網發文高夫表示 願意 還藝術求婚的細節 她說當天回到以前讀書的地方 然後就突然被抄牌 正當很生氣的時候 男友就帶了她去某個沙灘的看台 突然跪下求婚 她又說多謝男友的驚喜 Goria的爸爸是景信經典主持密鎮剛 同時也是第三期無線藝員訓練班的畢業生 最後恭喜麥鎮剛即將就榮聲做準愛輔了 成為了一位KOL 近日還已經接到在香港的第一個廣告 坤索19號 在IG出了一個眼鏡廣告的貼文 照片中的她以眼鏡造型示人 清禮脫俗 而且多了一份文青氣質 網民紛紛大讚她好可愛 有網民就指 她跟老公坤哥很像樣 兩人好友夫妻上 喵喵張何潤 日前在深圳居所 笑嘆自殺 好友肥媽 在抖音拍了一段片 直言喵喵財困 被不少網民批評收水 以及拆流量 在今日下午 肥媽在社交平台發文道歉 說跟對方相識三十多年 情緒一直未能平復 由於事件發生太突然 大家都在關心她的心情 所以才在抖音解釋 說沒有人比她更加了解喵喵 或者在影片中情緒太激動 令到喵喵的家人 以及大家感動不舒服 向她們道歉 而相關的影片 已經在她的抖音帳號刪除 粵劇《明寧白雪仙》昨天踏入95歲 日前仙姐的一班好友和徒弟 載到她位於跑馬地的 二千尺豪宅為她慶祝生日 資深傳媒人汪曼玲 更分享了當日為仙姐慶生的美照 相中可見出席聚會的 包括有梅雪絲、謝雪森 以及陳寶珠等 壽星仙姐面色紅潤 精神逆逆 至於近年已經少有公開露面 今年76歲的陳寶珠同樣保持得非常好 日頭顏髮的她依然優雅 二年55歲的吳遠芳 最近同三個子女和媳婦去了東京 相中可見 兩個兒子搭著媽媽肩膀 身穿格子襯衫 襯半身裙的吳遠芳 晉顯優雅的氣質 網民都紛紛留言 大贊吳遠芳保養得意 其實吳遠芳的三個子女 都遺傳了媽媽的優良基因 外形出眾之餘 更是品學兼優 而外健身的胡志彤 就曾經在英國的健美先生比賽中獲冠軍 現時更加成為專業的健身教練 將興趣發展成為事業 在去年的7月 更加和朋友合資開設健身中心 當時契爺張學友都有去撐場 張兆輝顧家好男人的形象深入民心 是個好老公 亦是個好爸爸 今年是他和太太郭碧然結婚26周年 他對老婆的愛從來未減退過 輝哥曾昨天520 再次在社交平台 公開對輝嫂表白愛意 輝哥 post了他和老婆 昔日的甜蜜合照 和老婆年輕時的索霸美照 而張兆輝的18歲女女張卓芝 就完全盡得爸爸媽媽高顏值的 強大基因優良遺傳 甜美又美女 曾經在周星馳電影《長江7號》中 做女主角袁老師的 35歲大陸女星張悅爾 近期去到法國出席康城影展 以一身橙黑色禮 被複燈上紅地毯 大方售出傲人的事業線 頸道更加配戴一朵橙色花做裝飾 氣勢十足 不過這樣的造型 就被大陸網友無情炮軍 認為整套禮服非常俗氣 甚至令他整個人看起來肥了一倍 認為張宇義過於暴露 其實今次犧牲都很大 第一 因為我本身自己在咬牙 然後剛好我的程序 已經去到我打牙釘 剛好打完牙釘 然後就想覺得線條可以再好一點 質顏 拍戲的時候更加漂亮 女生都是要求高的 那你現在吃什麼方面呢 很餓 吃不到東西 所以越來越瘦了 對 我想了很多 所以現在性感不到 你看看我 哈哈 沒用心機了 對 吃不到 第二 女生有很多不方便的日子 我拔命了一個節目的時候 我就沒有想過 後來差不多到拍攝的日期 之前四天我手機的程式就響了 咦 你就來不方便的日子來了 咦 但我要拍攝那怎麼辦 所以我就要吃著藥來調節 接著就爆暗瘡了 嗯 除了你拍數的那些 你之前拍攝的時候也要撐住 都要看看有沒有落水氣 是的 都會試過 那會有什麼附載呢 就是會爆瘡 就是那個賀爾蒙 是的 賀爾蒙會影響到 所以今次都 真的寸來以赴家 哈哈 有沒有試過真的有試過 是你預備不及的 預備不及的 這樣就不會的 因為這樣會拍攝不到的 大家咦 咦 怎麼血流成河 就不是那麼好 由何廣佩 美燕 馮瑩 郭子豪 彭慧中 奶仔和羅玉兒擔任主持的 無線競技遊戲節目 真是不好笑 在4月1日起逢星期六播映 原定一共13集 但就突然遭到無線腰斬 5月20日就播出最後一集 只是播了8集而已 其實早在去年已經傳出 曾志偉看完節目的第一集之後 就覺得真是不好笑 想抽起不播 但事隔一年大撿之後 全輯13集中藝節目終於開播 可惜的是 節目播出後反映一般 加上播放的時間一改再改 現在還遭到腰斬 可見節目質素了 李克勤在紅館舉行的演唱會 今晚舉行尾場 昨晚美燕一場請來 《星夢傳奇》出身的延明熙 說曾經在《星夢傳奇》 做奶爸的李克勤做嘉賓 上月正式踏入18歲成年的延明熙 以新成熟透視裝扮出場 延明熙升上台時 看來有些企不穩嚇到大家 原來他穿了一對比較高的高跟鞋 之後兩人合唱合久必分 然後延明熙又特別行前 去找一班來看演唱會的《星夢學員》 跟他們互動 一起唱了幾句他的歌 《星夢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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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夢傳奇》